好,各位同学,我们请看到33页 我们的第三段,一至二第三段 介绍分点公式 分点公式我们在高一的时候 就已经讲过了 那么在上学期的平面向量也讲过 来,回顾一下什么叫分点公式 如果有某两个点坐标 以知识相议两点 P点在线段AB上 它们产生一个线段比例关系 M比N的情况之下 那么,如图22所显示 空间坐标中 A点B点产生一个线段 P点在它们之间有一个比例关系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写法 它强调P点在落在线段AB上 所以这个P点我们就会写成符号 就是A-P-B这样的一个写法 这样的P点我们会把它叫做 所谓的内分点 叫做所谓的内分点 为什么呢 P点落在AB的内部 那相反,如果P点跑到外面 譬如说P点在左边 A点在这边,B点在这边 或者是A在这边 B在这边 P在这边,对不对 那么这样代表什么 代表说这个P点跑到 AB线段的外面来了 我们会把这个叫做外分点 那我们现在只要去注意 内分点公司就可以了 不必特别去记外分点 为什么 内分点公司只要会了 那么下面这两个外分点的话 只是把它不同的端点 当做内分点而已 这个P点要求的 反而当成是它外面的点 所以一样用内分点公司来做 所谓的外分点 不用特别再去记所谓的外分点公司 来,我们看到22这边 P点和OAB三点公平面的情况之下 依照平面向量的分点公司 可以得到OP 是M加N分之N倍的OA 加上M加N的M倍的OB 那这个公司就是我们在上学期 所提过的一个比例关系 那么你有没有发现刚好是 M比N对不对 所以M去乘上OB乘过来 N去乘上OA乘过来 有一个交叉对层的一个情形 所以把旁边这个写起来 叫做交叉对层 那么把座标写进去之后 我们就发现它一样 对应的X分量加起来 NX1 MX2加起来 NY1 MY2加起来 NZ1加MZ2加起来 那么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 所谓的空间中的分点座标公式 空间中的分点座标公式 所以 这个把它旁边写起来 叫做内分点 如果在限到AB上的时候 P点写在中间 叫做内分点的一个情形 内分点的一个情形 那今天假设是外分点的时候 对不对 今天假设比如说 我AB P点如果在左边 他说AP比例是1 对不对 AP比BP如果是多少 1比3好了 那么就可以变成什么 我们就可以变成说 做PA是1 AB就是多少 3减17就是做1比2 就变成这样做1比2 就稍微在这个比例这边去做调整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来我们请看到后面34页的立体 34页的立体这边 那34页还有个终点公式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当我们的比例 终点什么意思 只要M比N会等于1比1就可以了 也就是P点是终点 那么 我们这时候终点的符号 会写成M Middle Point这个M 那么刚好就是相加除以2 相加除以2 相加除以2 以此类推 以此类推 有没有发现 其实不会太困难 其实不会太困难 来我们看到立体7这边 我们熟悉的立方体要跑出来 对不对 P点坐标235 Q点位于对角线AB上 Q点位于对角线的AB上 而且AQ比QB是多少 23 AQ比QB是多少 2比3 所以这一段是2 这段是3 对不对 好 所以从P点 我们要先把AB两点先定出来 所以这时候A点坐标一样 P点投射到XZ平面 所以是不是Y坐标就归零 所以A点坐标是多少 205 A点坐标是205 好 B点坐标是什么 把P点投射到我们的Y轴上 P点投射到Y轴上的点 就是B点坐标 对不对 Y轴上的点坐标是X跟Z都是0 所以就是030 所以我们要先把A点跟B点把它找出来 找出来之后 再去做我们的分点公式 2比3的分点公式 所以图24这边简单的 205跟030 我们去写2比3之后 我们再直接去带我们的公式 就交叉对层 2乘上B的坐标 3乘上A的坐标 我们简单写在这边 分母就是这两个比例的相加 2加3 然后再去做相乘相乘 对不对 然后呢 2乘上A V点的A坐标是0 然后呢 3乘上2 同理 外坐标2乘上3 3乘上0 Z坐标2乘上0 3乘上5 这样就可以把它算一下 可以得到我们的Q点坐标 Q点坐标 所以做法上就变成说 要先把这两个点的坐标 利用投影的方式 找到它的坐标之后 我们再来做它的一个计算 好 接下来我们把34页的 所要念习做一下 34页的所要念习这边 34页的所要念习这边的话呢 已知A点坐标是 -1 4 -1 B点坐标是2 1 5 那P点落在AB线段上 我们简单的可以写成 P属于AB线段 那PA比PB是2 比1 求P点坐标 所以我们简单的做一个图 P点坐标在内部 那这里有个比例 2比1 对不对 所以A点坐标是 -1 4 -1 B点坐标是 215 好 所以我们这边的 B点坐标 我们就直接写了 它的比例是2比1 对不对 所以分母是不是加起来 就是3 2加1等于3 对不对 然后我们请你把 1乘给A的点坐标 2乘给B的点坐标 所以1乘以-1是-1 2乘以2多少 4 我们待会再做加减 Y坐标部分也是一样 1乘以4多少 4 再加上2乘以1是多少 2 再来 Z坐标的话呢 1乘以-1是-1 2乘以5多少 10 好 所以我们把这个4G做个计算 变成3分之3 3分之6 3分之9 所以这个P点答案多少 1 2 3 我们可以很简单的 跟分点公式的一个部分呢 就扩充了一个自己坐标 这样来做比较 一分钟 3分之1 4